而因為疫情導致所製造的 垃圾量暴增 去年二零二零年 全台的廢棄物產生量 已經創下了歷史新高 達到了九百八十六萬噸 平均每人大約生產 四百一十七公斤的垃圾 好 那我們的焚化爐根 也埋場根本難以消化 導致台灣某些地區 就出現這樣的垃圾山 來看我們的調查報導 居民帶路 彎近小巷 還沒抵達 已經能聞到臭味 有一點嗎 我都覺得不到八德 有一點 那是更慘 八德不是在做那個校圖嗎 它他們又不做了 全部打花都不來 都是小朋友 太空暴垃圾堆出一條垃圾巷弄 高聳向兩座小山 垃圾在太陽下曝曬 有些已經破了大洞 底下流出紅褐色的液體 這一些廢棄物 雖然有用防護網蓋著 不過下面人就會流出不少污水 而這些污水會不會污染海岸線 是附近居民最關心的問題 不得不對 那一般弄到最好 這裡是位在桃園觀音的垃圾掩埋場 焚化爐已經消化不了 居民無奈 這是進步城市的陰暗面 從這高點往下看 可以看到整個垃圾堆質的情況 範圍非常的大 而旁邊就是海岸線 現在你所看到的 是所謂的生活廢棄物 現在已經堆到了第四層 是有史以來的最大量 全台人口負成長 但垃圾量卻越來越多 環保署統計資料顯示 去年我國一般廢棄物總量高達 九百八十六萬九千六百七十五噸 有史以來最高 平均每人每年大約產生 二十二點二公斤的廚餘 和四百一十七公斤的垃圾 近年來桃園市人口成長最快 垃圾倍增 桃園本來就是在設計 一座焚化爐的時候 只有180萬人口下去設計 那從現在那個時候到現在 已經增加了五十萬的人口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三年前 我們就是要啟動了第二座的 觀音生殖能中心 那這個量就要把它彌補起來 我們就可以解決我們的問題了 2021年起全台半數焚化廠 陸續進入整備期 加上日益老舊垃圾處理量下降 堆製總量將上看一百萬噸 而且不只一般廢棄物 還有事業廢棄物無處可去 去年廢棄物業者出動七十多台 環保車抗議 因為他們的垃圾 全都只能堆在廠方裡 桃園是工業大城 現在也只有一次混化爐 外縣市人也沒有辦法支援 那環保署立了法人也不執行 台灣各縣市的垃圾無處可去 所以台灣很悲哀 我要合法的做生意 連垃圾都出不去 火燒垃圾山的案件越來越多 是有人刻意點火還是意外 不得而知 但確定的是 一把火無法燒進所有垃圾 空污也更加嚴重 雖然有一些混化處理量 但是就是分布不均 然後中央又不調度 導致這種垃圾危機 越來越嚴重 這些難以消化的負擔 堆在山區運到海邊 已經成了一座又一座的黑暗風景 眼不見為敬 無法讓它消失 垃圾分類 減量 要從你我做起 更急需政府 有魄力的完善規劃 廢棄物處理方法 否則未來垃圾污染 將會更加嚴重 華視新聞林彥如 送一張專題報導